外资动向也切动台股未来的走势 台股指数来看到 创下六年半新高之后 昨天大盘指数反转拉回 下跌了43点 收在9273点 但是来看周线仍然收红的 并且是今年来第二度 周线连五红 长线多头格局不变 值得注意的是 外资昨天转为了卖超8亿元 终结了连时一买 下个礼拜将会有摩台指结算 如果外资持股信心不强 尽多单口数持续的下滑 甚至翻空 那么将会是大盘回挡警讯